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精灵好像进不去,等有钱了买爱丽丝,快没时间了,这个地图我不太熟,啊啊啊啊,这么大个游乐场能有什么地方可以躲,还是使用技能飞一会儿吧。哇,有个热气球,没说不可以躲着吧,快快快只有5秒了。 哎呀,我是第二个,一号老叶只躲那么久,我已经想好多那了,就躲戏剧院吧,木乃伊肯定找不着。 就躲在后场区,系统会帮我整姿势。 为啥我从那么高下来,整品堂的,我有爱丽丝福可以变小,有很大优势。 正好旁边有草丛,就变小进去吧。 我躲好了,哈哈,我有天使开了天眼,所以我看到的都是亮的,不需要找半天路了,而且还能飞,哈哈,没飞我三千大洋。 这有个小屋,太小了,进不去,躲在后面你才发不信,主要是不知道躲哪儿,就这吧,木乃伊应该不能飞吧。 我看了下木乃伊小姐姐的ID,是个高手,大家千万小心,被抓三个我们就输了两个,应该就是平局。 8号你等的好多啊,我三个老手了,哈哈,4号你真有,买了那么G的装扮。 哈哈哈哈哥,完了,木乃伊向我这走过来了。 哦,这有人啊,哈哈,我来了,我是不是暴露了什么,无情? 是这吗?啊,啊。 怎么了? 3号小姐姐M了,我们就不说话了吧。 对,避免和3号一样。 哦,木乃伊还可以飞。 啊,啊,啊。 你叫啥? 我叫婉子啊,你没有干吗? 我是叫你不要乱叫。 此时我有一万头零从头上飘扣,我也不想说呀,但是我很紧张。 哈哈,又找到一个? 4号M了。 大概我懂他的意思了,他虽然没了,但是这局的游戏快要结束了还有3秒。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